据中国驻乌克兰使馆23日消息 乌克兰仍处于国家战时状态 请我公民暂无来乌 近期包括奥德萨、尼古拉耶夫等在内的 乌南部地区空袭频繁 安全风险极高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要求 目前坚持驻留在有关地区的中国公民 必须提高安全意识 在空袭警报响起后 必须第一时间进入防空避险场所 务必杜绝麻痹情绪 对生命安全不可有任何侥幸心理 鉴于安全形势的高风险 我在乌南部地区公民必须做好安全评估 提前考虑并做好向周边较安全地区 应急转移避险的准备